我說真的 也不要想太多 就是人家把我們養 我們把後一代養好 當然 這是因為科學葉花達 我們才會知道什麼有基因 什麼有遺傳 會不會怎麼樣之類 以前哪裡有這個 我覺得有時候生命要回到很單純 就是一個傳承 我們今天做人家的父母 我們把人家的小孩養好 我們是有被好好養的 我們就要好好的養下一代 對 我覺得這樣真的是 不然真的會Copy 社會就不要那麼亂 這樣每人今天講是樂觀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說 就是說你有時候你爸爸這個樣子 你可能會想說 我去找什麼的老公 我現在想是想我一個朋友 其實他其實他嫁的那個老公 剛開始真的是如焦士氣 很好 老公很疼他 因為他們才剛開始交往 老公就一直跟他講說 他非常痛恨他的爸爸 因為自小孩就看他爸爸 你夾他的老母 也夾他的老母 夾跟他 就是好像他打小孩一樣 然後打到有一次連雞祖都掉了 雞祖是什麼 下巴 整個牙床 然後整個就掉下來了 然後他說他親眼目睹 那一幕他嚇傻了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 大家就手忙腳亂把他送到 那時候好像還要到南部 去找那種滾頭塞 就是比較傳統的那個 去開刀 去弄 去勾 所以他從小他就很討厭 因為他爸爸動作三字心 就嚇他腦部 不然就去打 然後他就告訴我那朋友說 我爸爸那個樣子 我從小看到他 不行 我很心疼我媽媽 所以我覺得女人娶來就是要疼的 我絕對不會這樣對待你 因為我痛恨我爸爸 就是他們在交往過程當中 他不斷的接收這種訊息 他最痛恨的就是嫁暴 對 嫁暴 對 他痛恨所有的 包括語言暴力什麼都好 可是很可怕 他才嫁過去 其實三個月不到 惡夢發生 那種惡夢的累積 讓我那個朋友覺得很驚訝的是 所有他當初他老公跟他講 他媽媽的遭遇 全部反射在他身上 全部複製 因為老公家暴 對 家暴 而且那個幫法跟打 他不是最痛恨 對 就我現在講的是說很可怕 那個是從小 我們剛剛講說原生家庭 他在影響一個孩子是潛意識的 你知道嗎 大概可以請到楊醫師 他說 因為我那個朋友像這樣很痛苦的地方 這在於就是說 他想怪他老公 可是又覺得說捨不得怪 因為他發現說他老公是不是病了 你知道 就是說他一直在講說 他恨他爸爸 怎麼這樣對媽媽怎麼樣怎麼樣 到最後他居然很自然的 那個動作反射是打他 怎麼會這樣 這台車就是要開這條路 那裡一偏… 就偏到那條路裡 對 這個比喻很好 所以為什麼 對啊 這種其實是一種暴力 就是怨念嗎 對 怎麼會這樣子 以前我們協助內政部 拍過一個影片 叫從100公分看世界 那影片就是 那個爸爸好有權威 然後吃飯喝酒 然後對著太太 對著媽媽 對小孩 好這樣 怡子氣勢 對啊 然後不高興講不順眼 看 像小... 你怎麼教的 教的像娘娘腔 啪 就打下去 然後小孩子就哭著 趕快跑進房間裡面 就聽到他媽媽一直喊救命 不要 但是那畫面就跳到另外一個 就是等他稍微 還沒有道成人 三四年級他突然跟著一個 有一天到他女同學家 然後玩電動玩具 其實人家女孩子比較會玩 他每次玩完 他就搶過來玩 那他玩一玩不行了 人家又接手再去玩 玩一玩他又看人家 他又忍不住又要搶回來 這時候畫面就出來 就是那個媽媽 那個爸爸那時候在罵小孩 在罵媽媽的畫面 為什麼 因為這時候 這個同學又在唸 你怎麼這麼壞 我每一次要的時候 你都要給我 要玩的時候你就要跟我搶 這時候他最快的方式 就是複製爸爸的方式 你少囉嗦 這個動作就出去了 這個動作他很快掌握住 他小學的時候就會這樣了 只是形式不一樣而已 對 所以我們為什麼這些 那種家庭暴力一直在 我們在 家庭暴力現在已經發現一年 超過10萬 目睹 那是目睹 小孩子看見你家裡 父母有暴力行為的 一年超過10萬 你說這個怎麼處理 這個如果再不處理 將來社會問題很大 而且他是不是目睹家暴 有的是目睹父母親互相追殺 互相 到現在還查不到的 那個小孩子 為什麼離家出所 你說有時候你像這種 很想離開這個家庭 如果你父母經常吵架 小孩子經常吵架 我寧可要頂 不過還有另外的也有貨 比如說什麼MSN 網路上 線上遊戲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比較少這種 要是我哪趕出去 我要去哪裡 我要住哪裡 現在小孩很會混 我說現在 他會網咖 會混大賣場 然後混公園 他可以一次出去混幾個月 然後回來了以後 爸爸媽媽更生氣 你把我帶去哪裡 還沒一次 然後他又再離家出走 所以我們今天談的 雖然是父母 夫妻感情 可是真正要注意的是 下一代的影響會不會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 好 歡迎回到 有時候廣告的時候 真的比較精采 有時候夫妻吵架 太太生氣在罵的話 老公千萬不要擔真 我是真的勸你 有時候吵架的時候 像我們母親說 你有路去 你快去 你把它當真 你真的去的話 那事情大條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不是睡行他所願嗎 那不大可憐 你還是乖乖的不要回答 他不給你進臥房 你就睡在客廳沙發上 三更半夜他會來給你 蓋冥被告嗎 蓋毛毯的 這就叫呼吸 我就說他的遭遇 跟我老爸一模一樣 你們太太的口氣跟我母一模一樣 就好像你知道 不是說我爸都年輕就應酬嗎 現在已經退休了 七十幾歲了 然後現在喝得很少 有時候我媽就會激他 你今天沒喝嗎 怎麼不然去拿一瓶來喝 然後就吃了 那不然去拿來喝 然後我爸說 喝不下去 還不怕喝不下去 還喝不下去 我鼻子 不然他說 如果去拿一瓶 稍微喝 沒關係 怎麼很中 怎麼會有人鼻子 那真的是拿一罐出來的時候 開始倒 我跟你說 一杯就好了 就開始了 對 就是他話 你媽媽講的時候 一杯就好了 沒有 他就一直鼓吹他喝喝 那等到他真的去拿了 到了才剛開始到喔 你看會不會很煞風景 才剛開始唱 我告訴你一杯就好了 你不要喝酒 你懂嗎 一模一樣 對 一模一樣 真的 這是有時候人的情境是 你到最後發現 你其實是在跟你自己過不去 真的 你最後並不知道 你其實是跟你自己過不去 對方根本沒有什麼 那實在還有就是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對你那麼好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最近才學到一句話 你要對人家好 要經過人家同意 對 對 你給人家愛不是人家所需要的 是負擔 你不要再問一下 人家有需要你對他好嗎 不可以說你對人家好 人家就一定要 理所當然 人家就一定要感受 人家就一定要感恩 可是那個好人家常常變負擔 多少壓力假觀愛之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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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那是第一種操控 我是為你好 常常說我是為你好 現在要知道說 對人家好 要經過人家同意 那有人可能 美人姐有可能說是人客氣 不一定是說他也覺得好 不然就說不用啦 他只是不好意思拒絕你而已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人家講 不用就不要了 不是 當然是這樣子 你要給人家空間 還有就是因為 我們一直覺得我對你好 你就 我們會有一種希望一個回報 這個回報沒有得到 達到你要的對等關係的時候 你那個怨念就出來了 所以你要再回到原點來講說 你對人家好 你剛好經過人家的同意 說得好 對 不是人家為什麼要這樣子的感受 你平時你去要求人家說 你要回饋 你要回饋 我沒有答應你 對嗎 有時候有一些人說 你自己做得太多 要不要亂談 不是啦 就是自己跟自己再過不去 這個社會要照自己的心願去活 很難啦 這一點我希望很多人要體會到 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照你自己 所想的時候這樣過下去 是不可能 所以為什麼心理醫生會這麼多 我經常每次看見楊醫生 我都想去找他們聊聊 真的 不過我們常常去建議人家 是嗎 你比較想找鄧醫師吧 養成歡喜錯 堪驗錯 沒有 好像最近在作型改變了 對嗎 我也要看看 歡喜 楊醫師我找你 吳大哥剛剛講的可能是說 我們很多事情心裡可能都在想說 這件事情應該會心想事成 很想的這種想法 那個是成就不可能 就像今天我很怕說今天 就像我們看到報紙前說 最近有人中九億多 是因為一本書秘密什麼的 千萬不要到說 大家買書天天倒 其實但是要調整一個心境 我們什麼做什麼事情 要歡喜 感願 這比較實際 花這麼多錢買那個好吃 就冷氣壞掉了 你說這種天氣沒有冷氣 簡直是痛苦 好了 現在送去給他修的時候 他借我一輛那種 花拉里重工車 花拉里重工車